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在星期一发布的上半年经济报告书中 就宣布今年首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按年同比取得5%的经济增长率 可是其中第二季的增长率 其实是比第一季度有所回落 那么今天线上我们有一封投资顾问经理谭成伟 来给我们剖析中国最新的经济数据底下 实际透露了什么信息 陈伟早上好 你好 是陈伟 针对中国当局选在中共中央召开 三中全会当天公布这份看起相对稳定的经济数据 你是怎么看这份报告的 其实中国选择在三中全会期间公布这份数据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其实他要表达的信息就是说 经济是很稳定的 那尽管第二季度比起第一季度有所回落 但是总品经济增长率仍然达到了5% 它反映出了中国经济在疫情后 依然持续面对新的挑战跟调整 那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内需的疲软 那尽管我们看到中共政府在基础设施 政策支持那边加大的力度 但是消费者还是私人界的投资都恢复 依然是不及预期的 那另外一个点 房地产的低迷也是一个很显著的因素 整个中华房地产行业经历的很长期的快速增长过后 近期因为所谓的政策的调控 以及市场预期的变化 它整个销售和价格都出现了下滑 那政府可能需要放穿更多的调控政策 来支持市场的需求 来或者解决开发商的资金的问题 那总体来说 这份报告揭示了中国经济 在复苏的这个过程中 所面对的建筑经营的问题 以及来自另外一步的挑战 那未来我们认为 中国政府可能会通过进一步的调整政策 以及改革措施来促进经济增长 并且在政绩结构上调整以及提高生产率 做更多的努力 市场委 那么随着市场对于特朗普回归白宫的概率 越来越高 这又会给中国早前预定的GDP增长率 可以取得5%的目标带来压力 而中共可以怎么做才能达成目标呢 那其实不管是拜登还是特朗普重回白宫的话 中美贸易关系的关系 可能依然会在这紧张 那重新实施关税政策的话 可能会进一步削弱中国的出口竞争力 它进一步影响它的整个经济 那为了应对这种潜在的另外一步冲击 中国其实有好几方面可以下手 好比说刚刚我们有提到 就是说在2016年 其实习近平就已经有试过这个政策 并且是屡事不爽的 通过大力度刺激消费 通过比如说税收减免 五天政策来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 或者是提高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 增加就业机会提升收入 进而刺激消费增长 那再来就是可能可以考虑 扩大开放以及多元化市场 加强对一带一路沿海 沿线国家的一些合作 比如说加速整个RCEP的那个实施 提升整个区域的贸易量 这样子就能够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那再来我们看到的就是 可能或者可以通过更加深化的经济改革 比如说进一步优化所谓的经商环境 推动市场的改革 提高所谓的经济运行的效率 通过国有企业 以及还有更多的市场开放的一些措施 来让市场更加有活力 更加有任性 到最后或者是说 再继续推进所谓的技术创新 或者是产业升级 这个是中国在2022年开始 不断地在强调的 是说加大对高科技产业 创新产业的投资 推动整个产业的一些转型升级 通过这些创新能力的话 就能够增加中国 在整个国立市场的竞争力 培育新的竞争政党的那些点 是的 谢谢程伟今早给我们带来的精闭分析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走